你好,今天我想跟大家說一下保育 現在我在大館 大館以前是中區的警署 包括有些疑犯都在下面 大館佔你的面積不小 他要去保育就要花很多金錢 因為他的建築物是上一個世紀初的建築物 是很有特色的 其實不是每一個建築物都有特色的 例如你看中環街市 其實是一個很普通的街市建築物 但是花了很多錢去做保育 其實有沒有辦法可以令到很多文化可以保留呢? 其實是靠這些保育 那你很難是用金錢去衡量 因為你要去維持一個這麼大的面積 你說只是靠租金的收入 或者是某部分的錢 是令到他的運作 是不是那麼容易一回事 那有很多人看著說 這麼大的地不如要你去重建 但是每一個地方他都需要一些叫做建築物 或者是去看那個文化 去認識之前發生的事情 那麼香港始終都是被英國統治過 始終是曾經是他的殖民地 這些英式的建築其實就是標誌著這麼多年 香港的歷史的建證 那你要去再用金錢去衡量是很難的 所以在ESG方面 有時候我們要講一講的是社交 講一些文化的認識 講自己香港的一些特別的東西的時候 都是要去靠一些地方 要有足夠的財政給你們去支撐 去做這些事情 以前內地曾經去高速的發展 因為他們是沒有錢 是沒有辦法做到這些保育的 是只要有很好的財政儲備 有足夠的收入 才是可以去做到這樣 今天想說的保育就到這裡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聊聊 拜拜